《欧洲千年的罗马军团》 《欧森林》 所有固若金汤的防御工事 在罗马军团面前 都显得那么的脆弱 不堪一击 罗马军团曾经几乎差点 把整个欧洲囊括到版图之内 这支军队冷酷视觉 冒犯军规者将被处以极刑 连皇帝也不放在眼里 说换就换 我国有句古话 花五百日红 人无千日好 罗马军团到底是一致什么样的军队呢 后来的命运又是如何呢 古罗马始建于公元前七百五十年左右 传说一队由姆郎养大的亲兄弟 是这座城市的创建者 事实上 罗马最初不过是由一群龙舍组成的小部落 谁也没有想到一个庞大的帝国 一支凶猛的军团会在这里诞生 罗马人必须随得铭记 你们注定要统治世界 并通过战争的方式 让那些自负的国家俯首称臣 这是罗马诗人维吉尔的诗句 表达了罗马二世的理想 和对武力征服世界的无限向往 罗马军队总是处于无休无止的野蛮行军和训练之中 士兵筋疲力尽 七两科的纪律惊死骇俗 违反军规的士兵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临阵脱逃或放上时 睡觉的军团士兵会被其他人投掷石头打死 罗马人留给后世一个新词汇十一旅 就是在临阵脱逃的部队中 以集中抽签的方式 每十个人里抽出一个处死 抽到死签的人 就会被同伴了乱问打死 严明的军纪被罗马造就了一支强悍的军队 通过六个世纪的征服 罗马军团建立了一个西级英文三岛 横跨欧洲 覆盖中东沙漠的庞大帝国 犹太王国就是亡于罗马军团之首 从此开始为犹太民族悲壮的全球漂泊史 所谓圣极而衰 到了公元四百年左右 文明于世的罗马军团 开始逐渐走向衰落 奢靡 享乐之风盛行 军队的战斗力不断被削弱 这时汉朝的手下代价 匈奴和欧洲本土日尔曼等民族侵入意大利 罗马军团节节百退 匈奴的阿提拉克汗 曾这样轻蔑地评价罗马军团 战场上扬起的尘土 也能把他们掀到盾牌后面去 公元476年 罗马城落入蛮族之首 西马罗马帝国帝国灭亡 罗马军团走向了平庸 消失在历史长河里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罗马军团